各位CGMTV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话语之泉的节目 我是秋显正牧师 我们这一集要来讲 耶稣他是怎么样介绍自己 如果耶稣是在历史当中 这么重要的人物 我们绝对不能够错过 要正确的了解一个人 最好的就是看他的传记 还有特别是他怎么样介绍他自己 因为有太多的道听途说的 或是不同角度在描述耶稣的 有一些讲对的 有一些又讲得不太准确 那我觉得整个耶稣的生平 因为影响太大 而且他做过的事 他所说的话 最完整的记录就是这本圣经 那么很多的古代的人物 你要看他的传记的话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们常常有时候过世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以后 才有人帮他写传记 但耶稣在两千多年前 他死了以后 复活以后 升天了 然后在他这些事件发生完以后 有很多的当时的目击者 就把耶稣的生平 把他记录下来 那他的那个手抄本 也是所有其他的宗教的点击 所远远不及的 所以圣经是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那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详述 那我们就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来介绍耶稣 因为约翰福音讲到说 关于耶稣的事情 如果要一一的记载下来 可能连全天下的书都装不下 但是他记得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是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并且让一切读了信的人 就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 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 他曾经做过几个最重要的自我介绍 他都是用I am 我是 什么什么来开头的 第一个就是 他讲说我是生命的梁 第二个他说我是世上的光 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 第三个他说我是羊的门 只要是从我就 这边出入了就会得草吃 然后呢 再来他讲到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然后呢他又讲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仍然要活着 也就是说他在上帝的眼中 在耶稣的眼中 人在这个世上的肉体的生命的结束 不是真正的结束 然后呢 他又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最后他还说他是葡萄树 真葡萄树 我们如果跟常常跟他连结在一起 他的生命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 然后我们就会多结果子 其实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七个我事 那我想这一集我想比较轻松的来跟大家 介绍这七个我事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连环图画 我想你们听 各位听众你们听了就可以记起来 假设你想象 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你想象 就是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 好像有人这个过生日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这有一个大蛋糕 那蛋糕当中呢 就插了一根很大很大的蜡烛 这个蜡烛顶天 上面有烛光 那蜡烛的下面呢 你仔细看呢 它有一个门 这个蜡烛的底下 好像一个很粗的蜡烛 它底下有个门 门一打开呢 走出来一个牧羊人 这个牧羊人走出来 他到了一个坟墓 他把那个坟墓的石头给滚开了 里面变成一个空的坟墓 再来呢 他这个石头就沿着一条道路 一直滚到一个葡萄园 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有趣的技巧 这个是要记住约翰福音当中 耶稣介绍自己的七个我事 那个大的蛋糕 或者是一个大的面包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在这个四障 只要你是人 你一定就会饿就会渴 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祂是那个生命的粮 然后这个蛋糕当中插了一根大蜡烛 那个光 很大的光照亮世界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在是非价值观非常混乱的世代 耶稣是那个真光 然后呢 这个蜡烛的底下又有一个小的门 这个门走 耶稣说我是羊的门 那耶稣讲到最擅长的 就是用一般人很能够理解的生活的小事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牧羊人 在圣地那个地方 那牧羊人坐在这个羊圈的门口 所以早上把羊带出去 晚上把羊带回来 然后他就坐在这个门口那边守这个羊 所以他是羊的门 然后他又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很多人都看过那个 那样的一个图画 就是耶稣把一只羊背在身上 他把我们看作他草场上的羊 把人类当成他草场上的羊 而且他死后三天复活 那在他复活之前 他也曾经行过一个神迹 就是叫拉萨路复活 所以我们中东的坟墓 是用石头去挡住那个洞口 所以他把那个石头滚开 就是提醒我们 祂是复活 祂是生命 生命就在祂里头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生命接到我们的心中来 它就成为一个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 而且呢 我们说那个石头沿着一条路在滚 耶稣曾经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以后他的门徒在传扬福音的时候 甚至到使徒行传 都还纪念他的话 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那最后呢 我们说他那个石头一直滚 就滚到一个葡萄园 然后上帝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图像来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应当要接受耶稣 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然后我们的生命要连结于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 那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 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 不是靠人的努力在修炼 他的好行为也不是勉强的 他就是耶稣的生命像葡萄树一样 他那个树枝 他的营养就 就是很自然会流到他的肢体 到这些肢子上面去 所以耶稣用这七个我事来介绍他自己 他最后还有讲到一个我事 他就说 犹太人在怀疑他的时候 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 他看到了就欢喜了 然后他对这些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不相信 I am 必要死在罪中 那犹太人因此想要杀耶稣 但是事实上他在讲那句话的时候 希腊文说 Ego e me 其实是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 摩西在看到那个荆棘火焰 耶和华介绍自己 上帝介绍自己说 我是自有永有的 完全一样的意思 就是I am who I am 所以他就是那一位 他的自我介绍 他说我就是那一位 你们列祖一直以来认识的那一位 同一位上帝 这些破天荒的自我介绍 还有加上他之后的教导 他的言行 还有他死里复活 这一切的证据 都在在的显明 他是一位可靠的上帝 值得我们的信赖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 我们何不现在就来接受他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好吗 邀请大家 你可以这样说 你说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谢谢你让我听到这一集的故事 耶稣在全世界影响了非常多人的生命 历史历代以来亿万的同胞都曾经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得到改变 生命得到翻转 我也希望有这样的改变 主耶稣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谢谢你洗尽我一切的罪 我也承认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常常在思想行为当中犯罪得罪上帝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求你住到我的心中永远不离开 让我一生活出你的样式 成为讨你喜悦的人 对这个社会国家有贡献 我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